Function Given By Power Serious OK 我们这一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告诉我们 一个Function可以用Power Serious来表示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告诉大家 你一旦知道这个Function是什么 你怎么求出来 还没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 只是先前在讲说假设已经有Power Serious 我怎么知道它收敛 对不对 那我们看看能不能在这两者当中找到一个很棒的方式 那这一节呢 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Uniqueness of a Power Serious Representation OK 这一节我只用讲了 它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些 假设有一个Function FZ Cannot Be Represented By BySema Two Different Power Serious With The Same Center 这一节我只讲这句话 其他的我要你们自己下去看 就是假设有个Function FZ 你一旦 要确认它收敛的点 你知道它Center在哪边 然后你对它做个展开来 展开成Power Serious的话 它告诉你 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表达它 你不可能找到另外一个Power Serious 同样以 同样的Center 那同样可以表达你的这个Function 你是找不到的 就只有一个 哇 所以这样子呢 就好像我们上一次所学过的 在那个什么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里面 在Linear的Differential Equation里面 它的节就只有一个 管你怎么找 找到那个就是你的节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 棒的一个Idea OK 它上面有两个理论 请大家回家自己看 那我们紧接着呢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还是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我们知道Power Serious 可以表达一个可解析的函数 现在问题是我 假设已经有个可解析的函数 我总不知道 我Power Serious等了什么东西 它会变成什么 我想Sine好了 Sine在什么地方有效 Sine在所有的X都有效啊 对不对 好 叫做零好了 再零点 我SineX对零点展开来 哇 这下我头痛了 它可以展开成什么样子 我要求展开成Power Serious 你怎么知道 它可以展开成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介绍一个方法 Taylor And McClaurin Serious 所以呢 你们终于要学到Taylor Taylor展开始 什么叫做Taylor展开始 假设有个FZ 它可以写成这样 N等于零到无穷大的 AN Z减掉Z零的N次方 好了 AN等于什么 假设它是Taylor展开始 它告诉你 AN一定等于N阶层分之一的F N次方微分 之后再把F呢 摆在零上面 它一定要等于这个样子 这个叫做Taylor展开始 看起来大概看不太懂 这是什么意思 尤其这个会等于什么 这个我们不是上一次有教到吗 一个函数的微分 在那个点的微分 它是不是等于什么 记不记得 FN Z零 我们可以写成什么样 2πI分之N的阶层 FZ Z减掉Z零的N加一次方 DZ N等于1 2 记得这个式子吗 假设已经忘掉了 赶快拿我发下去的那张笔记上来看一下 上面呢 有讲到这件事情 OK 所以这样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AN会等于什么 N次方 阶层跟N次方 刚好互相杀掉 2πI分之一的 这个积分 为了避免符号 大家重复 所以我用了Z star OK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 写完之后还是不太有感觉 没关系 我们再来背另外一个形式 我们来背另外一个形式 这个形式呢 我们常常就会用到 好 好 我们来看看一下 好不好 Taylor Series 假设有个函数 FZ 它可以写成什么样 F 在Z0 再加上 E的阶层分之 F的一次方微分 之后放 Z用Z0取代 后面乘上Z减到Z0的一次方 再加上 2阶层分之F的两次方微分 再把Z放在Z0 乘上Z减到Z0的平方 一路下去 到DN向 N阶层分之一的 F的N次方微分 把Z放在Z0 Z再减到Z0的N次方 再一路加下去 这个叫做Taylor展开始 请你把它背下 OK 请你把它背下 好 什么叫做 McClaurin Series呢 很简单 当Z0等于0的时候 FZ 你把它在Z0等于0的 这一点展开来 它就会等于 1的阶层分之F 一次方微分 F0 乘上Z的一次方 再加上 2阶层 F的两次方微分 把Z放成Z0 再加上Z的平方 一路下来 一直到N的阶层分之一 F的N次方微分 把Z放成Z0的Z的N次方 再一路下去 OK 这种的形式 OK 我们就这样子称呼它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现在要来讲Taylor的理论 OK Taylor Theories 现在只是告诉你 它可以这样子 还没有告诉你 为什么这样子最好 还没有告诉你 为什么这样子最好 那我们会慢慢的 告诉大家 我看看 这样好不好 我们先看看几个例子 然后我们再 看大家的精神状况 看看要不要来证明 OK 要不然呢 你就先把它记起来 但是有几个例子呢 很重要的是 我们大家可以来了解 它到底会变成什么 好 我们来看看 请问一下 请求Meglaurin Series 因为它是对0展开来 告诉我 Sine Z会变成什么 你要是用Meglaurin展开来 Z放0 Sine的0次方等于1 加上 第一项 1的阶层分之1 1分之1 Sine的一次方微分 SineZ变cosZ 然后放0 又是1 对不对 然后再乘上Z的一次方 再加上 2阶层分之1 2分之1 Sine的两次方微分 Sine Sine微分变cosZ cos微分变负Sine 变成负的Sine 的0 那还是0 负的0 还是0 乘上Z的平方 再来 三阶层 这个是N 再来就是三个阶层 6分之1 这本来是负cosZ 不不负Sine 再微分下去就变成负CosZ 负CosZ 0 就变成负1 乘上Z的三次方 你发觉一件事情很好玩 Sine怎么样 只有基数项 1 加上1分之1 抱歉 1 加上Z 加上 减掉 1分之1 Z的三次方 而且呢 它这个式子是 一正 一负 一正 一负 只有基数 OK 那再来呢 四次方也等于0 再来就五次方 Z的五次方 前面乘上一个西数 你记不记得 Sine是基函数 还是基函数 基函数 基函数允许有平方向出现吗 不允许 哦对 Sine0等于0 对 Sorry 谢谢 Sine0等于0 我发现像是cos 它只有G的 这个出现 基函数出现 诶果真 那cos就是偶函数 就只有偶数会出现吗 我们看看 cos0等于1 再加上第一项 1的阶层分之1 乘上 cos的一次方微分 变成负Sine 负Sine0就等于0 对不对 再乘上 Z的一次方 Z 再加上 二阶层 二分之1 F的两次方微分 这边是负Sine 再来是负的cos 变成负1 再次乘上Z的平方 一直下来 你看它变成什么 1 这个是0 加减掉 二分之1 Z的平方 再来呢 会某个西数 乘上Z的四次方 一路下来 你看 果真 cos是什么 O函数 好了 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 它的状况 怎么样展开来了 那我要是问大家 这个tile展开是 有几个怎么展开呢 你们会不会 请你告诉我 Exponential Z怎么展开来 Log Z怎么展开来 你们会不会做了 应该会的嘛 对不对 直接就把它展开来 就是了 OK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E 减掉Z 怎么展开来 展开来之后 请你们做这题 E减掉Z 怎么展开来 展开来之后 它的收敛范围在那边 OK 请大家回家做一下 这三题 通通做一下 那这个会的 E减掉Z平方呢 那怎么弄 简单啊 我把它看作 E减掉 抱歉 抱歉 一加上Z平方 我把它看作 一减掉 负Z平方 里面这个 当作一个变数 我来对它展开来 不就可以套用 上面的结果嘛 对不对 请大家回家做一下 因为这些都是作业 但都是立体 所以请大家呢 先看着这个 不要抄课本 抄了就没有意义了 知道吗 我让你自己弄弄看 玩一下 记住 这个太太展开 是他们跟着你一辈子的 他们跟着你一辈子的 尤其 这个形式 这个形式 会跟着你一辈子 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呢 我们要是仔细来看这个地方 仔细来看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呢 比较复杂 OK 这个东西比较复杂 我来讲这边好了 这个的解呢 只有一个 它会等于summation zn次方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它就会变成怎么样 1加上z 再加上z平方 再加上z三次方 这样一度下去 你直接展开的事 就变成这样子 紧接着你要判断 它的收 它的收敛范围 你才能够做 在这个状况下面 常常我们要解这个 类似这种形式的时候 我们都没办法解 因为太复杂了 比如说你要做个积分 哇 有的东西复杂到 你都没有办法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对它展开来 展开我们发觉 这个z 一定要小1 所以后面越来越小 后面越来越小 那假设我是取前面 一个 两个 后面通通把它忽略掉 比如说我这个z就够小了 已经很小了 比如说0.1好了 那你告诉我 0.1的平方是什么 0.01啊 那0.1的三次方呢 0.001啊 哦拜托啊 这已经好小了 因为前面是1耶 1加上0.1 就会1.1 那重使你的误差度 是0.01 那也不够1%嘛 假设你接受误差度1% 那我用前面1加上z来代表 就好了 那这样 我整个的计算 就变成很简单 我不要计算这个 我计算这个 那这个时候我就写个 近似于前面这两个 你说不够不够 要精确一点 可以 我可以保留到这项 后面就不要了 那我整个的计算 就会简化很多 OK 各位啊 你要是 我不晓得你们电磁学 碰到了没 你们应该有些积分呢 很难算 你们助教应该 在研究所碰很多 对不对 他要做个积分 很难的 不然就非常非常非常靠近 比如说你求个diple 外围的电位 哇 这一块钱裂起来 已经快要昏倒了 那近一点怎么求 很远很远怎么求 我发觉很远很远很远的时候 可以经过一个变化呢 让它变成这个样子 一个狮子 然后我就不需要 每一项都算了 我只算其中一项就好 那就非常棒 OK 还有哦 这个展开了之后变成什么 请大家回家做做看 还有一个 这几题都请你做做看 我希望你做的时候 是不看课本的 alright 直接把它做下来 这样子好了 为了让我们助教轻松一点 almore 1 7 12 这三题教就好了 上面这些你自己练习 好不好 我希望你真正的好好练习 记住哦 这个根本就不要动脑筋 只要把公司背起来照算 它就跑出来了 先练习好 以后碰到用的时候 你就不会害怕了 section15.4 OK 有没有问题 我先练习好